好 說到這個 我也要來點精煉了 有沒有機會 我們有30%的機會 然後呢 我們可以點將近10次 誒 我的畫面好像跑掉了 誒 沒有沒有沒有跑掉 誒 有誒 真的跑掉 我們可以點將近10次 喔 北極星 喔 全身40 我還沒有 我全身還有這個而已 慢慢用 謝謝明哥 I's the big cat 早安 好啦 走啦走啦 不要想太多 30% 4次 走 1 2 幹丁老師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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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加5 我想加5 3 喔 有了 喔 25%喔 喔 25% 來 繼續繼續 把它點完 說不定還可以隨一隻 來喔 走 加6加6 拜託拜託 6 哇 哇 上6欸 哇 哇 哇 上加6 一下上加6 哇 25% 20% 真的嗎 能過嗎 這再點下去是不是就下去了 我要花300才 欸 等一下這保護石是不是變貴了 哇 這保護石是不是有點太貴了 豬神寶庫一顆300塊 哇 欸 老實說 哇 這個不送點不起欸 全身加6應該是中小課的 極限了吧 哇 哇 哇 不會啦 我跟你說 你要說坑嗎 你要想想看隔壁的 啊 我差 他的 他的那個多貴 欸 這個一顆就150塊而已你知道嗎 欸 才150欸 150塊 好啦 我們點一下就好了 我來個防退 我想要來看一次 欸 他是不是變貴啦 我怎麼記得之前沒有那麼貴 喔 副手也要經典是不是 好 我先點其他的 其他的 副手是生命欸 要點應該先點這個吧 這個攻擊力給他上去 好啦 我們先點其他的 把他上一上 把他上一上 來 上加5 1 2 對啊 那個保護石變貴了欸 變貴50塊 3 喔 有了 上加4 然後再來 我還有4下 拜託 上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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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1 2 有了 拜託拜託 兩下上加5 兩下上加5 不要搞我拜託 沒有 再一下 欸 有欸 經典返還材料 欸 我剛剛那兩下都有返還欸 欸 我跟你說 特權4要克啊 不是 我沒有在幫這款遊戲打廣告 這款遊戲也沒有業配 那樓上的那個 置頂連結 也不是這個遊戲的業配 欸 他真的一直退材料欸 太那麼香喔 哇 這個特權 哇 沒有退了 沒有退了 哇 最後一下 最後一下 拜託 有了有了啦 有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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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5 剛好材料花光光 還行還行 那我們副手也搞一下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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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我這個遊戲畢業了 我這個遊戲 對我而言我現在畢業了 有加6我已經滿足了 這個要上加7 喔 要加7欸 加7才可以那個欸 來 先點其他的 來 到時候有材料再說 加4 加5 40% 沒有 欸 他對我欸 請問怎麼剋點特權沒反應 多 呃 重看一下 那應該是BUG 你那應該是BUG 你那應該是BUG 應該是BUG 2 本次經練返還 喔 這個返還挺香的喔 他該不會 他該不會保護石也會返還 到時候再來點 然後是 請問無客掛機獵人比較舒服還法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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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欸 不知道欸 沒 沒 沒 有人比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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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獵人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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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 也還行 也還行 來喔 加4 加5 我把它弄一弄 把它點一點 先全身加4 啊 靠北 沒了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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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了到底了 好啦 繼續存 繼續存 然後我們強化還可以再來點一下 我先給他點到全身加10再說 8 9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欸 我原本是想要拍一下我弓箭手的一個開箱啦 不過在開箱之前呢 想說把材料給他點一點 然後想著忘記有一個經驗的影片要先輸 那這個時候呢 欸 我想說 既然我要拍開箱的話 我想要把今天的素材料給他點一點再上 但是呢 欸 沒錯 他的經驗 我直播的那個時候呢 狀況好像比較幸運一點點 直播後面呢 好像就有點殘忍了 我這邊的話呢 原本想要拚加7 後來想想還是先別 我們呢還是先來拚個加6就好了 那可以看到 我第二天的材料呢 給他都砸上去我們的盾牌 想說給他先升加6 那可以看到這失敗的機率有多麼多麼的瘋狂 30% 欸 果然是真的給他30% 所以真的要講的話呢 特權4的那個返還似乎真的是挺重要的 不過不知道那個返還會不會 連保護石的部分都返還啦 如果保護石的部分都返還的話 感覺很像有那麼一點讚 結果我點了那麼多次 只有讓我們的盾牌從加4變加5 那接著呢 我想要順便點防具的部分也給他把它點上去 那我現在防具是加4啦 想說至少先來個全身加6 要上去不上去 就之後再說我個人蠻希望那個保護石 也可以用紅鑽去買的啦 不然的話我們買月卡 紅鑽好像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是有高CP值的地方去花 欸我目前覺得是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我全部點完之後呢 欸這一次的防具 全部都失敗 我整整點了一整天的材料 只有我的那個盾牌加1而已 對那主要是因為我可能也不敢點加6的那把武器 就點上去的話失敗就回加5 而且如果我今天加7成功的話 欸對啊其實加7成功的話應該比較香 所以最近有一個流派是說 說不定是以前那個方式會比較好 因為以前那個方式的話 雖然說我每換一個武器都要重點一次 但是呢至少我可以機率很高 而且我不一定這個武器就要點到加10 我可以等到畢業的武器再給他往上點 也說不定 而且他最後呢還給他的保護石偷偷的漲價了一下 我不知道是我的印象出來怎麼樣 我怎麼記得以前一顆是200塊的彩鑽 那換算成台幣的話呢 先不管手出不管代儲的話呢 大概就是100元台幣左右 那現在的話呢變成300彩鑽 也先不管那個特權商店之類的 大概就是150 所以這等於是一顆漲價了150塊 難道說他也是把它當做 反正呢現在你只要經驗一次就好了 不需要經驗那麼多次 所以那個保護石就給你漲價嗎 好啦這種感覺有一點點變相的被 心態上有點不太對勁啦 好啦不管怎麼樣就再觀察觀察一下囉 那到時候的話我再來開箱一下 我這隻獵人目前的狀況 你說獵人香嗎 整體有點算香啦 但是現在伺服器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的lag 他玩起來的感覺跟昨天在打的時候好像不太一樣 對現在伺服器應該一來是說 這個伺服器現在人有點多啦 對這樣當然好啦 二來的話就是既然都已經人那麼多了 你要不要趕快趕快去增加一下流量 不然的話這個lag程度很有可能會讓很多人 第一天就不會再去碰他了 因為畢竟還是會很多就是如果第一天沒有跟上 後面就不會想玩的玩家存在啦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就晚上再見吧 這一次的經典好像有那麼一點慘 先全身加六再說之後要怎麼樣要不要再上去 我個人蠻希望那個紅鑽是可以買保護石的 還是說是其實有只是我沒看到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我也蠻想知道的 那我是PFY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拜拜 3 2 1 3 2 1 4 3 2 2 2